传习近平效法帝王 在万寿四过七十大寿 二百多名红二代巨青 表态拥护习近平 知情者接体 梅西遭中国球迷闯入拥抱 阿根廷队为何不和中国队切磋 女粉红入台怒斯 入国登记表 入委会回应 保中国监控 仅凭身份证 就能获得中国人所有隐私 据自由亚洲电台援引港媒报道 6月15日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七十大寿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送花篮兼发贺电助售 但中共官方未有任何驻售活动的报道 北京艺术博物馆所在地半寿四 曾是明清两代帝王进行生日驻售的重要场所 该馆于6月14日和15日闭馆两日 该馆没有说明闭馆原因 因闭馆时间正好是习近平的生日 网络盛传闭馆原因是中共高层为习近平内部驻售 所以闭馆两天 中国问题专家林宝华对此评论说 中共近年来将习近平的成就吹捧得超过毛泽东 毛泽东是出卖中国领土给缅甸越南的罪魁祸首 而习近平则是想收复和扩大领土的现任党魁 并披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衣 林宝华说 因万宙寺是满清历代皇帝庆祝生日的地方 习近平现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者 其实就是想复兴到满清时代 他是想学康熙乾隆去万宙寺过生日也都有可能 他说 虽然毛泽东定下了不作寿的规矩 但每逢12月26号 毛泽东生日那天 单位食堂会供应面条 每人都加一块排骨 也就是为毛过生日但不说出来 毛泽东要全国不要为他作寿 但全国上下都在做 只不过是没有讲出来 中共高层作寿只能保密不外泄 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卡通片 《多拉A梦》 霸凌王 角色 胖虎 即使香港人叫继安的生日祝寿和词 由于胖虎身形和样貌与习近平相似 最重要的是这个角色的出生设定 与习近平一样是6月15日 早几年曾被中共官方被视为敏感词 为之经过这一番祝贺朝后 胖虎会否与小熊维尼一样又变得敏感呢 据中期网报道 北京冠京饭店于6月8日举办 开国将军后代合政团建团15周年庆典 约200多名红色后代聚集北京 他们表态领导班子团结统一 始终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 并称三年疫情他们都很听话在家等等 一位北京红二代14日在接受 得以Pock Times采访时透露 已听说此事 但现在北京圈内大家对这事见怪不怪 因为左派历来是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他们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是表态跟风 纯正的红二代现在太老了都七八十了 也做不了什么事 只能跟着炫耀炫耀老子的光荣 然后有机会赚点钱 没机会也炫耀一下 但对于习近平和中央 其实也不吃这一套 因为现在的中央不依靠他们 他们也互相提心吊胆 你防我 我防你 互相防着 众所周知 习近平三年动态清零政策 因造成人道灾难不断 造成强烈反弹 其中不满者就包括红二代 例如 曾暗示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红二代 地产大亨任志强遭到重判十八年 中共已故元老逃住之女陶斯亮 去年曾批评遭北京健康宝弹窗禁止返京 去年年底 原中共公安部长谢富质的女儿谢小沁 拿着菜刀录制视频 向防疫人员喊话 来一个 砍一个 此外 习近平2018年3月修宪 废除国家储席连任限制前 红二代 作家马波等人 曾公开反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 2021年2月 网络还传出视频 中共军队杨勇上将之死杨小平 在他80岁生日聚会中表示 有信心看到中国实行宪政民主那一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5日晚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中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2比0战胜澳大利亚男足国家队 开场仅81秒 梅西就远射破门进球 这个进球创造了梅西在职业生涯的最快进球记录 此前的记录是2018年对阵切尔西时的2分06秒 也瞬间让梅西81秒进球词条冲上微博热搜 第68分钟是梅西策动攻势传球给队友德保罗 他的传中球助攻佩泽拉投球破网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次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一名球迷冲入球场拥抱了梅西 并和阿根廷队门将马丁内斯基长 随后狂奔了大半场 最后被安保人员带离 据现场视频显示 这名球迷最后回到了看台 并表示自己没啥事 我没到18岁 不少球迷上前祝贺或合影留念 有网友对此调侃道 这是中国人在足球赛场上 离世界冠军最近的一次 这次访华比赛 阿根廷队的对手并非东道主中国队 而是澳洲队 意味着中国仅负责提供场地 中国足球运动员无缘取经 这种情况在国际足坛十分罕见 港媒信报5月31日刊门认为 事件背后或与中国足坛官僚主义问题有关 读了审批及流程问题 足协若拍板让国足出阵 说不定还涉及政治责任 因为这场赛事在首都上演 假如梅西等阿根廷球星 对战国足史留守 可能被高价卖票的球迷批评 欺骗中国观众金钱 而假如阿根廷队不留情 狂吵国足十里八里 令主场中国的球迷颜面无光 那就是辱华 日前 一名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 拥有香港护照的女子 在抖音发布一条短片称 她由香港飞往高雄时 在机上取得一张入国登记表 看到上面的国字后 气得把表格撕掉 自言有点不爽就撕了它 还沾沾自己说 自己有香港护照 不用听表格 就这么直接来到了高雄 随后她被台湾网友起底 来自中国武汉 18年前移居香港 在香港创立补习班教育机构 香港作家陶茄 在脸书发文指出 这位梅西的行为举止 很明显是在取巧 即使网上登记 申请入台证 台湾官方网站 都有中华民国内政部遗属招牌 任何人一旦上网填表 就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 表达了入国意愿 请求对方批准入国 因此 这位梅西与其在飞机上 撕纸张表格 不如在香港上网登记时 见此字样而先行不爽 怒砸电脑 在抖音的画面更有爆炸性 据自由时报报道 对于此女的行为 陆委会发言人詹志宏 15日表示 既然到了台湾 就需要依照台湾程序 及法规入境 不管她用什么方法表达 入境的话 就要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 这个是逃不掉的 詹志宏强调 她可能因为在开补习班 要用这样一个手段 去创造声量 我们没有意见 但这样的手法非常不可取 将来如果她不喜欢来 我们也不会欢迎她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一名中国网友六月七世 在聊天群组留言指出 6月6日 她在海口市新海港 坐渡轮时 被海关和警察临查 但警察竟然不查看她的手机 减凭身份证号码 就能获取她的微信聊天记录 即便是删除的聊天记录 警察仍然可恢复 时事评论员毕心表示 更可怕的是 中共警方还有一种新技术 只要有行人从身边走过 行人手机内的所有讯息 就会进入警察的手机内 警察马上知道 行人的这部手机号码的注册名字 微信群及聊天记录 而且身份证泄露的个人讯息 比电话还多 就是你所有的信息 只要你用身份证 全都可以查到 包括你的财产 房产 住酒店的记录 消费记录 聊天记录 这叫深度维稳的新战略 现代科技被中共独裁政权 利用监控民众 而且是日新月异的进化 其监控技术 除了脸部识别之外 更已经有了辨别市民不资的新技术 中国企业迎合水底 指其开发的新监控技术 能在50米脉 辨认不同人的身份 即使对象背着镜头走路 也能辨认 镜头不需要拍下对象的相貌 只需要明确看到目标即可 中共AI监控技术 近年来受到不少极权国家的青睐和学习 据华府智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费德斯坦估计 中共的AI监控技术 恐已经出口至50个一带一路沿途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